中秋节又称季月节是中国民间的传统节日 季月、赏月、吃月饼等民俗流传至今 而嫦娥奔月这段唯美的神话 自古以来就与中秋佳节紧密相连 近日,武汉90后女孩叶丽媛将传统文化和现代艺术相融合 在水中泥伤清白翩翩起舞 奔向倒映在水中的一轮满月 将文化传说在水下演绎的美轮美奂 96年的叶丽媛从小喜欢中国传统文化 今年年底即将出国留学学习戏剧写作 可能未来几年都没时间陪家人一起过中秋 所以想在今年中秋通过海底奔月的表演 给家人送去一份祝福 中秋佳节来临了嘛 然后今年10月11月份我马上也要出国 再次去留学了 然后我希望这个中秋再节的日子 用这样一场表演 给我家人送去中秋的祝福 据悉,这次嫦娥奔月是采用自由潜水的方式 对于身体状态能力有更高的要求 在此之前,她已经连续训练大半个月 每天要下水十几次 平均每天在水下训练超过六小时 第一次穿汉服下水的时候 那个时候因为还不够熟练 所以当时整个沙特别重的时候 整个人就是往下沉的 然后得拼命地摆动自己的双腿往上游 然后整个人就在水里很丑 特别像一个求生的小青蛙 然后后面经过这半个月的训练 然后每天长达六个小时的训练之后 下水的时候就非常的自如了 叶里远表示自己很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 也希望这次出国留学前能够有一些特别的回忆 所以在中秋这个传统节日 将传统文化和潜水运动结合在一起 希望通过海底奔月的新演义形式 将嫦娥奔月这一神话带出国门 将中秋佳节这个传统节假日 介绍给更多的人 近些年来潜水运动作为一项新兴运动 突然就活起来了 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之前有很多前辈 做了一些汉服主题的一些潜水活动的尝试 然后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想法 然后因为我们接触的一些潜水的大神 都是国外的 然后我们想让国外的人知道 其实我们用中国文化来和国外的潜水相结合 中国人可以做得更加的美了美奂